而且你這麼漂亮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多少錢這對著 裡面買60 我裡面買35 35 便宜一點行嗎 30塊 哎喲 你給我買你啊 我給你做 阿姨 你給你多少錢 120 60 60 Yoyo陳志堯更日在社交網 分享一段去內地動物園遊玩的影片 吸引了不少關注 不過影片中 他的一個舉動牽起了網民的爭議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呢 當日Yoyo抵達警區附近才發現 忘記了帶太陽帽和望遠鏡 於是他就在園外向路邊的小販購買 見到他向小販問價之後又不停殺價 原本開價35元的太陽帽 最後以25元成功購買 而開價82元的望遠鏡 便被Yoyo直接殺一半價 而60元成交 不少網民都表示 想不到香港人會講價 還大讚Yoyo殺價好接地氣 不過有部分人就認為 Yoyo殺價的行為不妥 他們認為明星買東西 就不應該講價 有粉絲看Yoyo普不平反擊表示 人家有錢又不是傻 誰說明星就不可以斬價 你們覺得呢?